这盘棋佳杰是四川航空双人赛 红方正为同 黑方去云川 现在到黑方走棋 常规招法就是对局减轻压力 但是中足会丢失 所以的话黑方应该走 居二进七 你要是对弯局想打这个中足 我就把马吃掉 所以他不敢 然后再对局 实战的话他是冲足 结果被人家见缝插针 吃马吃相 这样的话吃相当然可以 只是这个棋他不着急 先上马 那么黑方打 红方一退之后 他选择上冷向 为什么不对局呢 因为你对局的话 这个棋对完之后 向一丢这边要受攻 挡住的话中兵拍掉 吃马其实吃不到 他可以马四进二 再吃中兵就直接过来了 先吃兵希望他冲一步 再退局吃双 但这时候人家可以飞相扑腰 给你吃一个 你还不敢吃一甩鞠 你看这吃马吃炮 李先生一将形成天地炮 就是就问你吃不吃 吃完之后立马叫啥 所以这个棋啊 不能去对 他飞相的话 这个棋也不行 踩掉 马没地儿跑 因为你飞相了 所以你炮平不开 飞换不可 总不能白丢吧 换完之后呢 这个棋鞠炮受签 推炮呢解除危险 冲兵 到这顶起来 打局 赶走之后呢 抓反击 他希望对方退一步 打将抽局 但是对方看住了 这样的话 掌局准备杀中兵啊 把这个棋吃掉 那红方他冲了一步 你再吃也吃不到了 然后那是马口 他走的是退回 到这里 红方式 捕市啊 金炮打局 退了一步 啊 弹子炮 飞相 啊 脱身了 然后平炮过来 准备呢 这个棋可能底线啊 给他来一个下马位 这个棋 他要 给你换 啊 捉你炮吃 穿江 逃跑 然后呢 对掉 这样等于说 白吃了一个 对方这个棋啊 想吃回一个子 落相看住不让啊 中间一放 要吃中兵 底线就是一将 落相以后呢 他是点拘进来 吃掉 过来抓相 常规招法就是落相 实战呢 没有落相 那么他为什么不落相呢 其实你落相也是被吃掉了 聚三平一 所以呢 直接过来吃跑 吃完之后啊 到这儿看着好像是有一个落相 但是他不敢 你落相他一将把这个局给抽了 所以你跟炮没有用啊 想威胁对方威胁不到 那么这个棋啊 他就退回 先藏起来 就没落相再吃人家 炮往边一甩啊 到这儿已经吃不到了 那么这个棋他认输了 原因在于你落相啊 人家退回去吃这个相 你退局的话 相一吃 直接就把炮看住了 而且还牵住你的局嘛 所以这个棋啊 对方少子情况下 只能等着输 到这儿许愿川镇了 这盘棋啊 郑为同获胜